涉及去年12月香港大步开枪案的18岁青年苏伟轩 另设2018年跨年夜警方剪活多支枪械的案件 他于1月9日就藏械案在香港坟领裁判法院提堂 有关案件将与同案的另一名被告苏汉涛合并处理 并于2月17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审理 据了解2018年底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在香港多个地方搜出大批军火 有人更以企图用枪袭击名无业汉 涉案的三男一女各被控串谋谋杀 意图危害生命而管有枪械等供母罪 1月9日涉案被告苏伟轩和苏汉涛被压卸至 焚领裁判法院分三案提堂 苏汉涛透过代表律师申请保释外出 但裁判官认为案情严重 而且苏汉涛犯罪意图明显 故拒绝其保释申请 两名被告均需继续被囚禁 控罪指出 被告苏伟轩于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1日 与补习老师苏汉涛适应翟勇师 及其他人串谋谋杀男子林静峰 另外他们也被控于2018年底 在香港保管四支手枪 并意图用以危害生命 或意图使他人用以危害生命 另外苏伟轩令设的大步开枪案 发生于去年12月20日 警方因觉得被告可疑而上前检查 期间被告突然从腰间掏出手枪 与警方纠缠时开了一枪 事件中有一名与被告同行的人士逃离现场 其后警方在大步某住宅 搜出其他枪械及一件B弹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